政府推行全民病毒志愿检测 消息说登记系统已经完成设计 正是进行测试 最快下星期会公布安排 政府预计会有大概500万人参与全民志愿检测 外界关注检测可不可以在短时间里面完成 和怎样保障市民的个人资料 据了解为了避免要市民排队和聚集 会在全港多区设置几百个派发点和收集点 市民拿样本包的时候无需登记 也可以为家人代领 同时领取多个样本包 样本包里面附有条码 市民要登入政府指定网站 输入相关条码、姓名、联络的手提电话号码 和身份证号码 自行採集样本之后 将样本包交回到收集点 样本会送到西区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里面的实验室化验 检测机构只会收到样本和条码 不会有市民的个人资料 检测结果会上载到政府的内部系统 结果无论是阳性还是阴性 政府都会透过登记的手机号码 用短信通知有关市民 预计最快隔日就有检测结果 而市民提交的个人资料 会在大概三个月内销毁 消息又说计划没有限制市民重复检测 较早前已经接受免费核酸检测的群组 也都可以参加 政府未公布采用哪一种检测方法 有份负责全民检测的华星诊断中心 建议用烟后色子采养 认为相对比较方便 也都不担心澳门有女婴和男童 怀疑吞了和咬断色子棉花头的情况会出现 在中国各地我用过千万的这样的烟色子 我都未有过这样的经验 咬断这检测的经验 我们的检测是很硬的 不过全民检测获得阴性结果的短信 不可以作为证明资料 入境澳门和广东省 有关旅客仍然要提供 政府认可医疗机构发出的报告 据了解全民检测完成之后 港版健康码就会有明确的推行时间表 而粤港澳三地也会推行回应机制 无线电视记者闪志报道